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再收看我們的Champions Mindset的分享 冠軍思維 是share很多冠軍有的東西 希望大家都可以借鏡 可以apply到自己的like那裡 Again 再重複 我們的sharing only 如果有些朋友覺得不同的view point 都沒有問題 要尊重的 今天的sharing 大家都可以做的 這個就是being respectful 尤其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裏面 being respectful 不僅是give and also you will get 這是非常重要的 記住你不一定是一個champion 或者是一個運動員 才可以享受到這個champions mindset 各位朋友們 創業家 學生 運動員 etc. etc. 每一個朋友都可以做到這個champions mindset的quality 讓你都可以在你的世界裏面做到你的champion 不用跟其他人比較 只用自己比較就可以了 being respectful 是我一個非常重要的attribute 你說聽上去很容易做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很多champions 每一個level of champions 他都會很respectful of others 如果有些champions 你會覺得他很厲害 不過他那個egle 自滿太厲害了 他不respect其他人 其實他是非常有限的 OK 這個呢 我見過在我的career裡面 很多厲害 真的厲害的champions 不過他們都很respect其他人 這些就令到我們很admire 很欣賞他們的 其實這些是不是難做 其實不是很難做的 being thankful 就是有禮貌 這些就很正常 但是呢 kind to other people 肯聽別人的說話 肯接受 批評 當然是對事不是對人 這個其實你說 其實好像很容易做 其實呢 最簡單的事最難做 這個呢 我們見到很多冠軍 我們之前 我的師兄也好 我的導師也好 我的師傅也好 他們每個都會有自己種style 但是他們的comment 就是他們不會看低其他人 他們會appreciate 每一位不同的獨立之處 那這個呢 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咦 是嗎 你在你心目中 在你的人生裡面 都會遇到這些人 那些呢 你就是deserve 你們的respect 那如果你見到很多其他 可能做得很厲害 運動員很厲害 不過他不respect其他人 那其實呢 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long way to go 那這個呢 要做一個很respectful的人 你就會earn respect 那你的life就是give and take 那這個呢 就會有很多trust 你們的relationship 以及developed confidence 你們的fellow friends and professionals 那這個呢 不只是運動員 很多不同的professionals 創業家 就算是學生啊 你的relationship 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 當然 重複了 就是那個尊重 neutral respect give respect to get respect 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另一個分享給大家呢 就是我個人體驗 就是就算很多人 他不respect你呢 你會遇到的 但不要緊要的 如果他不respect你呢 你都respect他 那這個呢 就給你看 你是更加高的 那這個是我之前幾個師傅都跟我說的 因為他們都很厲害的 那當然有很多人都會 眼紅啊 jealous他們 但不是的 我們那些前輩都說 不要緊要 你都會 都要respect他們 哇 這個呢 我聽到之後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學到這件事的 那這個呢 大家可以在個comments那裡 告訴我 你覺得你跟不同意這個看法 可能你說 他不respect我 我罵他 或者我答他 那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呢 另一個看法就是 他不值得我浪費時間 我寧願我用那些時間 在我care的 值得我care的朋友身上 就是好像 例如你們那樣 我寧願去用多些時間 做多些meaningful的片 content 給care about我的人 免得他浪費時間 下一些 不care我的人的身上 那大家同樣的這個看法 可以toment 寫給我看 沒問題的 其實都很重要的 那呢 就記住 Being respectful 對別人的respectful 有另一個好處給你的 就是當你respect別人呢 別人有什麼好東西 都會和你分享 是不是 如果你不respect別人呢 你說有好東西 不會去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smart的事情 那這個呢 就是非常 很開心和大家分享的 因為我親身體驗的 那這個呢 就希望大家享受了 那這個呢 的sharing 就是我們四本書 小小的分享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那希望大家support一下 我們這四本書 是講的champions mindset 在champions的世界裏面呢 這些特質啊 可以benefit到各位朋友仔 希望inspire到你們 在你的世界裏面 chase你的冠軍 來突破自己 來break through 你們自己的goals and dreams 好 我們此次就和大家分享 請大家subscribe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and share給身邊的朋友 下次再和大家見 拜拜